剛聽了古典樂派的作品 又聽了1912年創作的小星星 那接下來我更加好奇 流行歌曲又會和弦樂插出什麼樣的火花 說到流行樂 那下一首演出曲目肯定不會讓你失望 哦 那是根據哪一首流行歌曲改編的啊 接下來弦樂社所要帶來的曲目 《片刻永恆》 是由台灣知名樂團蘇達綠的專輯 在《煩惱什麼》中的六首歌曲 所串接而成的主曲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改編之作